中国不败女王横空出世 28秒降服总统保镖 张伟丽打不过她 现在出场的这位美女 是塔吉克斯坦总统贴身保镖 哈比布拉瓦·甘吉娜 甘吉娜虽是总统保镖 但她同时也是一位驰骋在职业拳坛 顶尖综合格斗女子拳手 她在一份跆拳道领域有着极强的统治力 在八角龙中当时也保持着不败的战绩 但就是这位美女保镖 却被中国姑娘孟博28秒降服 孟博 想必全迷们应该都不陌生 她是第一位战胜张伟丽的拳手 这场比赛发生在很多年前 当时张伟丽跟孟博都是新人 张伟丽是第一次参加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 最后点数输给了孟博 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看塔吉克斯坦总统保镖 是如何被孟博玩虐的 肯定有一位要实力 比赛开始两人相互试探 甘吉娜高扫开路 孟博没有选择贸然进攻 两人很快就开始了战力对拼 孟博带摔拿到了甘吉娜后背 骑在对方身上之后 裸脚轻松做成 孟博顺势朝后倒 甘吉娜直接拍臂投降 慢镜头回放中能看出 两人战力缠斗 甘吉娜一直在用拳法打压制 但孟博没选择跟对方硬拼 则是带摔将他放倒 倒地之后拿到了后背 裸脚成功降服对方 这位塔吉克斯坦美女保镖 也不过如此 孟博28秒轻松降服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柳成喜欢的观众 点赞关注 咱在这里谢过各位了